你好,欢迎观看这个关于我们如何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视频。 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和平、公平和公正的世界, 但有时会觉得有很多问题和挑战,很难知道从哪里开始。 在这段视频中,我们将探讨这样一个观点, 纯洁与良好的行为,可嘉与适当的操守能够促进世界的改善。 那么,为促进世界的改善而努力是什么意思? 从本质上讲,它意味着采取以某种方式改善或推进世界的行动。 这可以采取多种形式,如自愿贡献你的时间和才能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, 努力解决社会或环境问题,或者只是向你周围的人传播善意和同情心。 当我们谈论纯洁与良好的行为时, 我们指的是在道德上或伦理上良好的行为, 而且是出于纯洁的意图,而不是出于自私或有害的原因。 一些纯洁与良好的行为的例子, 可能包括向慈善机构捐款,帮助有需要的邻居, 或为你认为正确的事情站出来,即使是在困难的时候。 另一方面,可嘉与适当的操守是指值得称赞或钦佩的行为, 在特定的环境中被认为是适当或适合的。 这可能包括向诚实和值得信赖,负责和可靠, 以及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和需要。 那么,我们怎样才能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? 这里有几个建议。 为你所相信的事业,自愿贡献你的时间和才能。 无论是在政绩所帮忙,还是在环保组织工作, 或者仅仅是为有需要的朋友听一听, 你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带来很大的改变。 践行对他人的善意和同情心。 小小的善意行为,如为他人开门或向陌生人提供一个微笑, 可以产生涟漪效应,为每个人创造一个更积极和受欢迎的环境。 成为他人的榜样。 通过树立一个好的榜样,以值得称赞和看起来的方式行事, 你可以激励其他人也这样做,创造一个相互尊重和支持的积极文化。 总之,世界的改善可以通过在道德上是好的, 出于纯粹的意图的行动, 以及通过值得赞扬和适当的行为来实现。 通过自愿贡献我们的时间和才能, 实践仁慈和同情心,并成为他人的榜样, 我们都可以在为自己和后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发挥作用。 感谢您的观看! 感谢您的观看!